自我国打开国门四十年以来,与非洲中国交往密切,所以现目前在非洲的中国人已经超过了一百万,因此,选择嫁到非洲的中国姑娘,也不在少数。 但是她们结婚后的生活,就像奸品的两端,要么极好,要么就极坏,而大多数嫁到非洲的中国女人,最后几乎都很想回国,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呢?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,首先,中国人追求愿得一人心,摆手不相离,可是非洲不同,她们很多地区实行的婚姻制度,并非一夫一妻制,而是一夫多妻制,光是这一点,就让很多中国姑娘,无法忍受了。 其次,非洲的环境十分艰苦,而离大量影响生存的问题,例如艾滋病,常年缺水,贫困,暴力等,这与中国相比,落差太大。 最后,非洲的治安和卫生条件,也很不如人意,尤其是犯罪率,常年居高不下,虽然说不能一干词打死所有人,但是非洲的生存条件的确不如中国,所以有些人一嫁到非洲,她们美好的梦想可能会瞬间破灭。 对此,可能有人会说,嫁到非洲的中国姑娘,也有好的结局,当然,并不是说嫁到非洲,对中国人都得不到好的结果,只是城市与城市之间,尚且存在大量的差异,更何况国与国,州与州之间,这种巨大的差异,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。 所以,感情固然重要,但是也要考虑到实际情况,要知道,在现实世界里有情淫水宝,最后都是会饿死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